立委杨耀昨天在脸书发文表示 日前有潜水客在赤马渔港的珊瑚郊区 发现了大片的废弃渔网 造成海洋生态缠绕而死亡 由此可见被网清除工作刻不容缓 杨耀也表示 长期关心海洋生态富裕 极力争取之下 中央在八年前开始经费补助 县政府执行清除工作 让澎湖成为全国第一个大规模 清除海底富网的现实 这几年已经投入了超过上亿的预算 但仍时有所闻海洋生物命丧富网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确实有必要检讨 一切招废弃时间较短的网剧 仍具有网罗功能 这些网剧对于生物影响非常巨大 会有生物反复离网死亡 引诱其他生物再度离网死亡 持续到网剧慢慢失去网罗作用为止 我们要认知 废弃海底富网对海洋生态的伤害 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 这鱼网要怎么 那个我们底刺网 它的功能就是在捕捞海洋鱼类 当然正常状况 它会捕捞到它所需要的鱼类 但是当它变成会气网的时候 它会造成鱼类的去刺网 不只是鱼类 很多海洋生物都会去刺到网 被网住 那网住如果是它那个鱼类呢 它不会马上死 但是会慢慢的饿死 如果是那个用肺呼吸的 它必须浮到水边上来的 大概就算乌龟啦 海龟啦 它顶多矮半个小时 它会溺死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 有一些葫芦那动物 海洋动物啊 会莫名其妙的跳到海边去 海边按上去 其实啊 很多都是刺网 那个是那个被网到了 啊 宜民为了逃避说麻烦了 要申报啊 干什么麻烦 他就直接去了 然后就那个飘到那个岸边去了 澎湖以海为生 渔业是本县的主要经济之一 渔港数67个是台湾之首 逐渐渔业行为在澎湖市相当的普及 然而常年的渔业作业过程 无可避免网具流失 太幻或漂流至沿岸 或者是堆积在港区的情形 流失的网具沉入海底及形成的海底附网 附网驻珊瑚礁群 破坏海洋生态侵袭 繁衍之所 危害海洋生态 这个案件呢 那个什么 二砍 水底下我们那个 牵手的朋友去发现 一个刺网 然后网到丽溪龟 丽溪龟已经死亡过时了 这个就印证了 那个刺网 它会对海洋生态造成很大的危害 造成我们经常信 会看到说 很多那个鲸豚啊 那个海龟啊 莫名其妙了 就会飘到那个岸边去 让我们看到 这个是一个连带关系 所以刺网的管理 是一定要 尤其像我们岛国 这么小 人家那个很多岛国 是禁止网类的 那你就可以 你其实哦 你用钓的 也可以钓很多 然后你钓的 那个 你不让那个 换网的话 那些 那个资源会留着 让你 永续可利用 让你可以天天钓 鱼可以钓很多 而且不会把鱼钓 那个嘛 超光啊 所以这个是要一个 好的管理 所以很多国家是 禁止刺网在 在那个 在从事 遗劳作业的 台湾是应该要走上 这个 那个 这个管理 因为我们 那个国家很小 实在是不能再 再利用那些 钓鱼 那个对海洋深入 危害性太多 太大的 这些 捕捞契机 目前 渔业署规定 所有的渔船 所使用的网具 解落实 渔网实名制 然而 持法令在于各 县市执行上 似乎出现了漏洞 主要原因是有部分的农渔局 所合发的休闲 渔政小船 以及自用小船 出海放网渔捞 但其并不属于 渔业署所管辖的范围 无需执行 网具实名 因此成为了法规的死角 杨耀也表示 如何恢复天然 与人工郊区海洋生态的 欺利相当的重要 因此召集海洋委员会 渔业署 环保署 贡商大计 除了要求增加明年度 海底附网清除预算 也请各机关 明定提报计划时 应该落实经费用于 故宫清涂附网 而非办理活动与研究案 同时也请渔业署 落实渔网实名制的执行与宣导 记者王海龙报道